好 現在其實國民黨內部 有一些檢討的聲音 就說這次的選舉下來之後 很多人在這一場選舉當中 也很賣力的人 也紛紛講出了一些內心話 比方說我們看看 有一些基層地方的輔選人士講說 你說國民黨講南部輸太多 那就被反嗆 就說你們當初國民黨 當中央講的北票南部去哪了呢 應該是要殺柯尊郭才對 策略上應該要先鎖住郭台銘 鞏固基本的板塊再跟民眾黨談 總而言之就是柯粉沒有抓住 然後韓粉又得罪了 導致藍軍基本盤的鬆動 讓柯文哲可以趁虛而弱 這是一些藍營的地方輔選人士的 一些感慨 他們特別講說北票南部的目標 是要大贏100萬 就是北北基陶 結果沒想到最後開出來 沒有贏100萬 還輸給賴銷9.2萬 那南部已經從上屆韓國魚輸120萬票 現在已經縮小到大概75萬票左右 所以你應該是要去檢討 這個北部的得票很差 怎麼反倒來檢討南部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南部的浮選人士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抱怨 所以覺得說這種黨中央的檢討沒有道理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蔡振元她也分析 她說現在這樣看起來 國民黨四年之後恐怕還是沒有機會的 她說這個藍白破局是總統選舉輸的最大關鍵 這一次其實以整體的局勢上來看 民進黨現在是最弱的時刻 但是國民黨卻沒有辦法拿下勝局 所以她說這個賴清德 勢必會吸取蔡英文執政失利的教訓 避免重蹈覆徹 四年之後國民黨想要重返執政 恐怕會更加困難 仍然會碰到同樣一個議題 就是藍白河 因為這個白現在看起來 一定四年之後也會再選 所以到時候勢必還是三組人馬 那藍白河可能下一次 還會再遇到同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另外看克志恩講 講說這個國民黨 這個總統連輸三屆 他說其實是兩件事情不符合期待 致命傷就是無法吸引年輕選票 那藍營雖然是有世代交替 但是不夠快 而且關鍵的時刻走回老路 才錯失了吸引年輕人的一些機會 那吳子嘉也說 現在國民黨敗選的真結點 他就說其實 侯友宜是摩登原始人 那盧秀燕也拿不到年輕票 他說國民黨不夠年輕 就是在一些打選戰的方式 而且他認為就是侯友宜 好像也跟年輕人是比較 不是那麼 好像就有一點代溝 所以他用摩登原始人來形容 那國民黨有沒有人在檢討呢 第一件 第一個事情 竟然是在談朱立倫下台 他說朱立倫下台 變成主要的新聞 他打上一個問號 他說這就是國民黨 爛黨的地方 不應該是談朱立倫下台 而應該是要談 為什麼年輕人不投國民黨 這件事情沒有談清楚之前 其他的通通都是廢話 這是吳子嘉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看這個趙少康 趙大哥他也出來講 他說其實朱立倫現在 必須得要大刀闊斧的改革 既然要留下來 就要有破斧成舟 大刀闊斧改革的決心 否則就浪費未來兩年的任期了 那我們看這個PTT上面就有人在討論 就說這個朱立倫不請辭 聽到說有聲音要他扛下來 這個2022年 市長共拿下了14席 六都拿下了4席 2024立委從38拉到52 這些成績算是OK的啦 那有本錢跟你抵消說 總統施力的責任 而總統施力可能還會 牽托一些比方說像柯P 所以朱立倫怎麼可能會辭呢 想太多了 這是PTT一些網友的看法 而且還有一些人 就可能賴音支持者就講說 做假民調的柯P都沒有辭啦 朱為什麼需要辭 也有這樣其他的聲音 所以到底這個檢討 應該要檢討誰呢 那我們看看 這個現在看起來 雖然說這個檢討的聲音 有的是檢討朱 有的是認為說是年輕人不夠 但是黨魁這個位置 現在看起來外界也在揣測 會不會戰鬥欄有意要爭 下一屆的黨魁呢 現在趙少康邀請了一些新任的 就剛選上的第一任的 藍營立委 他們就說有一個戰鬥欄補習班 他說他自己當立委的時候 評鑑都是第一名的立委 以一黨十會親自面授經驗 把這些當選的立委 一起拿過來教學教學 教他們怎麼樣以一黨十 以十黨百 好像葉問一樣 一個大十個那種感受 然後扮演好在野的角色 讓他們在立委發揮功能 希望將來可以發揮集體的力量 感覺上面 是不是戰鬥欄也在擴編當中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個沈富雄 沈大佬也呼應了 他講說 朱立倫不壞 但是做錯很多事情 他說這個人最有資格改革國民黨 講的是誰呢 也是講趙少康 他說國民黨一直有這種 總統選書主席要下台的傳統 這次立委選戰打得漂亮 那或許朱立倫會以此 這個將功贖罪 將功抵過 但如果他想通的話 認為請辭恐怕是為大家好 除了趙少康 其實沒有人有資格來改革國民黨 但是也有一些人講說 這個立委選好也不光是朱立倫 立委選好也是這個 有韓跟趙的加持之下 才開出這麼漂亮的一個成績 所以朱立倫還是要為他當初 這個推出的總統人選 是不是要做一些負責的一些說法 那我們先來問一下 楊明哥怎麼看這個國民黨 自己本身的檢討呢 當然其實你要知道 如果去跟2020年比 整個就是在一個不對的基準上面比 怎麼說呢 這次叫做撒卡度 上次叫做一對一 你怎麼會把撒卡度的盤 去跟一對一來去直接對比說 我們這一次什麼選票 什麼南部還少輸 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對比 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這樣的邏輯成立的話 你可以說 這一次侯友宜輸給民進黨 只輸了91.5萬票 我們上一次韓國瑜 輸了265萬票 所以這次國民黨大進步 你可以這樣說嗎 這叫滿滿的正能量 這種我跟你講講出這種話的 這種人通通 國民黨通通不要用了 這種就是在蒙騙 但是你說朱立倫該不該為此下來 他應該要提出改革方案 他要提出檢討報告 但是你說朱立倫該不該下台 我也是覺得說 以現在的國民黨 確實 老實說 黨主席是一個苦差事 你的錢的問題 你的這個 包括跟地方派系的聯繫等等的 有人願意扛這個苦差事 可能黨內大家都會覺得 讓朱立倫繼續做 做到2025 反正這兩年沒有選舉 可能大家會有這樣的心態 但是 比如說以民進黨來講 民進黨的秘書長請辭 那國民黨的秘書長 大家請問一下 我就問大家 在選戰的後期 有誰看到黃建廷嗎 你有看過黃建廷浮選嗎 你有看到他站在台上嗎 你有看到他去操盤嗎 好像沒有 好像我們的秘書長消失了 就是說國民黨的秘書長的職務 好像變朱立倫兼任秘書長的感覺 尤其是在郭台銘的這個處理上面 黃建廷似乎在溝通上面 有很大的一個 等於是溝通的失誤 我覺得至少黃建廷 他應該要自己 要自寢就是說 他覺得可能這個職務 他應該要讓出來 我是認為國民黨應該要有 更能夠有能量去操盤的人 讓甚至你說次代交替 讓一些比較年輕的中生代 來去做接棒 我覺得都遠比讓黃建廷在那邊 老實說 我覺得 這個跟民眾黨的秘書長 有點類似 你剛剛不講我都快忘了 他是秘書長 你都忘記國民黨有秘書長 對 所以至少我覺得 這個應該換一下 就是說檢討是全面的 不是只檢討黨主席 如果今天朱立倫是一個假檢討 就實際上他只是想聽好聽的話 你看我們的立委選得很好 多了15席 怎麼樣 國民黨到下一次就會如 不管是蔡正元委員說 就是下次你還是拿不到這些票 你拿不到的票你就是拿不到 現在有一些藍軍的支持者說 是柯文哲騙了很多人 什麼有一半他360幾萬票 有一半都是國民黨的人投過去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根據在哪裡 有 有一些藍軍投給柯文哲了 但是你不要忘記 侯友宜連政黨票 都比不上國民黨的票 這才是國民黨的危機 你提出一個 連國民黨基本盤都穩不住的候選人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危機 而民眾黨的政黨票有300萬 他369萬的總統票 民眾黨的政黨票還有304萬 所以你要說有一半都是國民黨 我不相信國民黨人會 總統票投柯文哲 連政黨票都投給民眾黨 這個我覺得邏輯性上面 可能要做一些恰強 當然趙大哥未來 他在這一次選戰裡面 短短一兩個月 讓整個藍軍凝聚力變強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而且他是直面 他是跟年輕人有最多 大概我跟你講這8年 跟年輕人互動最多的 國民黨的意見領袖 恐怕就是趙少康 這你看什麼去上什麼夜夜秀 去跟學生座談等等 都直求對決 我覺得這才是國民黨要給 年紀不是問題 柯文哲60幾歲 柯文哲的部分區名單 是第11屆立法院黨團裡面 平均年齡最大的黨團 平均年齡57歲 年齡不是問題 重要的是態度 還有要讓年輕人願意信任 好 宇軒 你仔細看 這一次侯友宜 他就算把國民黨政黨 催到緊繃 但是他有一個關鍵 他20到40歲開不出來 大概就不到兩層 一層出頭而已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怎麼去算 即便是不管是換成是 任何一個候選人 國民黨候選人 我再講一個前提 就是你只要年輕票拿不到 你就不可能贏過民進黨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即便說你不管被柯文哲 拉多少或怎麼樣 所以你仔細看看 當國民黨這12年來 已經敗了三次 每一次都一樣 每一次就輸了 然後開始說黨主席下台 換一個人 然後會更好 我就問各位主席有沒有換 有 那請問國民黨有沒有更好 沒有 還是一樣 還是拿不到年輕人的票 而且這問題講了10年了 特別是柯智恩講的這一段話 我是很有感 因為他一直在 這一段話說藍營應該要世代交替 但是還是不夠快 我聽了8年了 光是這8年來 我就一直在聽到這樣的聲音 那就是還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沒有對症下藥 我敢今天講 換作是國民黨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不然你舉給我聽 誰可以直接拿到年輕票 有困難 有他的難度 所以你知道民進黨他也不算贏 51期難看 國民黨52期其實也沒達到目標 本來收到過半的 民進黨掉10期 這個已經對他們來講 已經是非常理想的狀態了 已經不算大輸了 結果你知道民進黨 現在這些落選的人在做什麼 他們在弄strap 弄一個叫脆 你要叫串也可以 他們都會用這個大量的去使用這個社群軟體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清楚 對症下藥 當時科文哲 就是大量的掌握抖音 抖音他們不能碰 抖音跟thread 你要講脆也可以 你要講thread 它就是一個社交平台 類似twitter 他們現在所有的候選人落選的 甚至連賴清德 連蔡英文 都在大量的使用這個平台 因為他們很清楚一件事情 哪裡缺乏我們從哪裡補 今年我們民進黨為什麼沒辦法拿到817萬票 817 就很簡單 因為我們年輕選票大量流失 所以我們趕快對症下藥去 針對年輕人去跟他們互動 有沒有用 有 連敗選的鄭運鵬 現在的這個雖然賬號都15萬了 他就消費他兒子 說我兒子得得很帥 我是得得的老爸 有用 但我就反問國民黨在做什麼 換主席 換主席 改造改造 我們檢討 這就沒有對症下藥 所以我講國民黨如果真的有心要去接觸年輕人 你先去思考看看 其實最快的方法就是 學習已經成功的案例 柯文哲20到40歲 掌握了5 60% 你不去看他怎麼做 你就是不會做就模仿 去學不就好了嗎 不就這麼簡單的道理嗎 這跟主席有什麼關係嗎 跟哪一候選有關嗎 我們各位保證 如果國民黨不願意去學習 失疑 執掌 記憶 自疑 人家怎麼做得去好好去效仿這些新的策略或工具 等到了2028年 就不用 甚至到2026年 你等著看這些敗家之將 敗家之君 會不會因為這些吸引年輕人 反而因此的竄起 如果國民黨仍然停留在原地 那就糟糕了 好 徐老師 我們說如果把這場總統選舉 當作一個產品 三個產品的行銷 那就是說從產品 然後到網路 行銷網路包裝 到這個董事會改組 OK 我第一個先講就是說 這個行銷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本土欄是一個 加盟店 然後這個知識欄是一個直營的 然後戰鬥欄是這個團購 我們說這個KPU的話 大概就是直銷的 OK 好 這些平台改變了以後 會不會有改變這個東西 我其實是懷疑 包括我們知道KPU 他就是只有對20到40的 著力 像我們這種的 他只是到最後說港K的 我爸爸那個 根本他們不喜歡民進黨 也不會投給他 他們乾脆就不投票 所以未來這個 這個是說 整個社會的這個政策的部分 是應該大家要一起再努力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這次的政策 就是產品這個部分 大家一直往中間靠 坦白講 這次是賴神知道後來 不然的話他本來其實是 什麼都不太講 反正他就是說 我只要低空飛過就好 綁裝35到40 當然就如願以償 國民黨這邊是努力的整合 坦白講也不是那麼簡單 好 OK 好 但是我們會講說 到最後關頭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們看到 這次立委選的那麼好 就是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400年 我就是自保 然後順便就投給國民黨 那要不要投給侯 就看你猴會不會做人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搞不好國民黨到時候就分裂了 我坦白講 現在藍白其實是磨刀霍霍 不曉什麼時候把你裂解了 OK 當然這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他的這個政策 到最後我們知道猴最後不得已 就用中華民國的這樣的架構之下 來包含接受九二共識 但是到最後關頭的時候 就是說因為馬總統 我覺得他用字稍微強了一點點 就是說好像要對於習近平等等 我說如果用理解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民進黨有大作文章 所以就是這樣 他最後就只有這樣來區隔 我會覺得說 董事會換人 年輕化會改變嗎 董事長換人會改變嗎 我覺得不會改變很多好不好 你看那些小雞好了 那些小雞跟小草 其實一直在往KB那邊靠 所以怎麼樣換了董事長 我覺得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光周忙回來